52频道已经空评快要两个月了 那么这两个月来有不同的系统业者 他们分别提出不同的频道商的申请 可是NCC似乎都没有青睐 那么最近中佳撤回原本提出的 环宇新闻台的申请案 那么市场上传言中佳可能会改提华氏 那么引起市场上的议论纷纷 为什么 因为华氏就是当时NCC陈耀祥主委 在处理中天新闻台案的时候 指定希望能够由华氏来进驻52频道 那么这段过程当中 陈耀祥约了业者喝咖啡 那么原本是说要随到随省特案处理 那么可是在没有系统业者提出华氏的时候 那么他又提出了很多不同的障碍 要求不同的检视标准 那么现在如果中佳改送华氏之后 那NCC的态度是不是会有180度的大转弯 又来一个法夹弯 那么这时候也让人家觉得不得不质疑 NCC介入新闻自由媒体经营的状态 这个黑手是不是深得太深了 那么如果不是符合NCC的意思 那么系统业者不能够提出他们所属意的新闻台进驻 那我在想NCC为何也管太多了 其实当时我们在讨论中天官台的时候 然后NCC主委有提到说 希望给华氏一个机会递补进去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在那边质疑说 NCC是不是要用行政指导的方式 或行政干预的方式 那个强势让华氏来递补进52台 那事实上现在也发现了这种状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NCC用一种行政杯葛的 行政拖延的方式 将其他的那个系统台申请的流程给那个拖延下去 以至于现在或许之后我们会看到 华氏能顺利的入住52台 然而当真的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其实我觉得这问题才大 原因是因为NCC已经把整个手伸到这个里面来了 来整个来做一个操作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一种状况 一种事情 因为其实在之前在中天关台的时候 就很多学者也质疑过 就是NCC根本是先射箭再画吧 那之后才又一些那个做出一些规范 然后说中天有些违法的那个资予嘛 然后也把中天关台了 那现在发生这件事情也很明显 就是说其实NCC其实他已经有定件 要让华氏进去 那他在开出这些条件的时候 那他的依据为何 那今天是不是有依法办事 还是指示他们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是觉得这些事情是令人质疑的一些事情 其实这样子来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华氏本身是一个还蛮老的电视台的 我相信他有他的一些制度 有他的一些硕士的群众 那另外一个我们要讨论就是在于说 因为以目前状况来讲 那个有线电视的收视股的订阅率一直在下降当中 所以他不是一个在蓬勃成长的一种情况 所以华氏进入52台了以后 他是否能今天会吸引到一些不同的一些观众 来观看那个52频道的华氏频道 或者是说把它就有的观众能带过来 其实都是令人非常质疑的一些事情的 原因是因为当今天如果有件电视 其实是在蓬勃发展的一个状况下 那自然会有不断的有新的订阅过来看 那52频道的话也是一个所谓的弹簧区 那我相信这样对华氏或许会有注意 但是目前我们大家都知道 有些电视户的订阅越来越少 所以我对于是否能达到效果 让华氏转亏为盈或有比较好的收益 我是非常质疑这件事情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